买楼要交税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买完楼之后 其实都有一堆衍生的费用会产生 尤其是想着买楼收租的朋友 更加需要留意 因为算盘算一算 你就知道实不实际 我们今天就讲一讲 我们计算资产回报的时候 要计算收益之外 我们也要计算产生这个收益 我们究竟要投入多少成本 就用最近买得好恨的天洗天 作为一个例子 我减化了一点 假设你用了一千万 买了天洗天 它的尺数就五百尺 你又到收楼 开始你会面对两个费用 第一个费用就是政府的地租猜向 基本上每个在香港买楼的人 都要给的地租猜向 猜向的意思就是向政府交的管理费 而地租就是 香港的私人土地 一般都是用官契 用批地的形式 是向政府承租的 业主要承租的官地是需要给租的 猜向就每年收租的5% 地租就收每年租的3% 加上就8% 刚才说了租借 这个租借是怎么来的呢 政府就看回整个区域或者这个屋院正常的租金是在做多少钱 拿一个中位数或者下限去计算 它一定是保随地计算出来的 因为税局都怕收多了你 这个也挺好笑的 天天天啊 我们保守估计它收完楼之后 每尺的赤租应该去到55元 那我们算一算 55元赤乘500尺 每个月的租金就27500 再乘12个月就大概是33万的列租金 我们地租差项加上要给8% 那用33万可以乘8% 即是等于26400元 每年都要给正面 除了这个政府收的费用 屋院也有个费用要收的 就是管理费 天天天公布出来的管理费是5.8元 乘500尺 再乘12个月 你每年要交的管理费就是34800元 这两个持有费用 不管你家屋是空置在这里 还是住满人 你每年都要交的这笔数 而这个情况是说自住而已 如果你把单位买来出租的话 又是另一个计划来的 因为你要给的费用又多了 如果你想快点出租 想找人帮你出租 代理行有费用的 就半个月租金 那27500除以2 就等于13750元的服务费 你每叫人帮一次 你都要给一次 如果你的单位成功租出去 又租满一年的话 你的租金收入是会计入入息的 而这个入息是需要向政府申报 都要交购物业税的 而物业税的租值 就是正租金的15% 正租金是怎样计算呢 就减去5%的猜响 再减去划1-20%的收录费 折够成本 或者是一些集费 因为政府都不想跟你算多了 所以他划1-20%减了给你 你就用33万的年租金 乘下95% 就是扣掉猜响 再乘下80% 等于25800元 再乘下物业税的15% 即是你每年要交的物业税 是37620元 而你每次出租 或者你的单位都要简单 缺收一下 我当你便宜的5000元 那我们将所有费用算一算吧 即是你每年要交的成本是11万7570万 再减33万 OK 那你还有21万落袋的 那看上去都OK的 如果你说你是 烟兜兜给1000万租回报 那我们算一下正租回报 大概是2L1 那正租回报你又没有回报 事实上都挺难无疑 因为你正常做一个定期 也有三起七百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提升我们的租回报呢 这件事是有的 我们下期再说 拜拜